哈喽,你最近观好吗?我是Catherine,欢迎来到爱的一只眼博士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有趣的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7章2728节 经上记者说我要拆遣我的职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28节,我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大家看到这一节就觉得很奇怪 哦,这里所说的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 那施洗约翰,这段话是耶稣说的 那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吗? 因为耶稣说,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那耶稣也是夫人所生的啊 所以,那施洗约翰有比耶稣大吗? 很多的牧者他们会随便解释这段经文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为什么我今天会拿这一段经文出来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段经文呢,它传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完成地上所做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天家去 因为这是上帝答应的 这个是耶稣讲的话 然后这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承诺 所以耶稣讲了这段话 第二个,第二个是 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他有权柄让我们回到天家去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跟你说,跟大家说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很多的牧者他们随便乱解释 他们就说,哦因为约翰是旧约 就是在新约开始 约翰是施洗约翰 他是一位先知 那他就说 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就是施洗约翰 其实不是 即使到今天 我们都还有先知 先知是没有分新旧约 我们必须要知道先知是没有分新旧约 所以不论是什么,圣经一定要照神的话来解释 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这很多的牧者的错误,很多解经家的错误 我们必须要照圣经来解释 然后为什么耶稣说这段话 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国约翰 对,耶稣是妇人所生的,对不对?是 没错 那耶稣后面还有句话就说 然而神国最小的比他还要大 所以我们要知道明白一点 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是从神国下来的 他是从天堂下来的 他虽然是妇人所生的 但是他是从天堂下来的,因为他在受洗的时候 那个约翰他知道了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耶稣是从神国下到地下来 可是约翰是人 约翰是妇人所生的 这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耶稣肯定大过约翰 那耶稣大过约翰有什么意义呢? 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是帮耶稣预备 耶稣是用圣灵帮我们施洗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一个是用水,一个是用圣灵 然后耶稣告诉我们 水跟圣灵 我们必须要从水跟圣灵重生 我们才可以上天堂 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耶稣他今天没有天堂的权柄 他跟你说你可以上天堂 你要相信他吗?你当然不相信他 为什么你不相信他? 就像今天我跟你讲 我说那栋房子 我把那栋房子给你 可是我不是那栋房子的主人 我凭什么把那栋房子给你? 如果今天耶稣他不是天堂的主人 他只是告诉你说你只要经过水游圣灵森 你就可以上天堂 你不觉得因为他没有任何权柄 他不是只是在空口说白话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 第一个 约翰他做的事情 他是帮耶稣预备道路 他得到上帝的认同了 所以他的使命 他来地上的使命 就是上帝 上帝差遣的 他是上帝命定的使者 差遣的使者 其实他不是从天上来的 但是他是上帝命定的使者 就是上帝给他生命中的命定 就是他要帮耶稣预备道路 他要来传认罪悔改的福音 他用水帮人施洗 那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 当施洗约翰帮耶稣施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下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他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那 耶稣肯定比施洗约翰大 所以耶稣从天上来 耶稣就有神国的权柄 所以耶稣他可以决定 谁可以上天堂 谁不可以上天堂 如果今天 耶稣他没有神国的权柄 那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就不需要去相信耶稣的话 所以当我们明白 耶稣有神国的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耶稣的话是可信的 所以这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段经文传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在今生 神就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命定 父神有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地上 我们要完成的工作 耶稣完成他的工作了 施洗约翰完成他的工作了 凡是你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天堂 你就可以上天堂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段话其实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有权柄的 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 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完成他地上的工作之后 他有盼望他可以回到天家去 他可以上天堂去 所以这是我们所在这段经文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传达给我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有很多人他说 有很多人说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孩子 你可以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孩子 但是你要相信的是说 耶稣他做了些什么 他做了些 他所做的事情 哪一个是为了他自己 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 那他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 我们其实人生很短 才几十年而已 可是很多人他就是 在这 他浪费他的生命 一直在满足自己的需求 满足自己的需要 他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们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诶 这施洗约翰 真的没有在做什么 他只是帮人施洗 然后叫人家认罪悔改 感觉好像他没有做什么大事 可是神给他的命令就是叫他帮人施洗 然后耶稣也没有做什么大事 耶稣就是帮我们上十字架 然后就医治 然后就传福音 告诉我们救赎 然后教导 就是这样子 耶稣其实他才在世上做工才三年半 其实三年半很短 三年半你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可是问题很重要一点是说 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命令 他们完成了他们 他们完成他们使命了 那他们完成了他们使命 他们就回天家 他们就真的上了天堂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人 我们在这世上很多人 你一辈子牢牢陆陆 一辈子在辛苦的工作 你一辈子在辛苦的赚钱 到最后的时候 到老 或许有些人他不一定到最后 他才会 有很多人他到老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我这辈子来到这地上是要为什么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我们今天听 我希望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这段经文的时候 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下 为什么 其实施洗约翰他活的时间 他真正的开始做工的时间也不长 他也只有活到大概是三十多岁 因为耶稣33岁半吧 然后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半岁 然后施洗约翰他又比耶稣早死 所以他们差不多差不多的年纪都是三十多岁 他们就他们就回去了 回天家了 所以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都已经超过33岁了 所以当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想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你今天你来到这个世上 你希望 不论你对天堂有没有盼望 或者你是觉得说你今天只是来到这个世上 人总归会死 人总归会走 但是你要想你这一生当中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你这一生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情 值得你觉得没有白来这一趟 就是说值得觉得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上是有价值的 你来到这个世上是值得的 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上是 即使你走了 你今天走了 你也没有遗憾的那件事情 就去做 去做你 做那件你不会后悔的事情 不要把你的生命 真的不要把你全部的生命时间经历 就一直在追求你的物质 追求你的金钱 等到你老的时候 等到你或者是说等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我的生命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有的就是什么 有的就是你的车子 有的就是你的房子 但是你一样都带不走 所以找一件 找到你生命中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祷告 神在上帝在我们心中 他都放给我们一个命定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他都给我们一个旨意 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怎么样走 他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路是对你最好的路 这个路是你最适合的路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神开启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命中最重要 最重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命定 让我们真的是不会因着我们的物欲 就是把我们的思想给塞毙了 让我们真的一生等到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后悔 为什么我们过去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过去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经历 希望在今天你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你完成上帝在你心中的 就是说上帝在你生命的旨意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命定的时候 你绝对可以回天家 这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事情 不论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帝爱我们 他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死 来为我们付上赎罪祭 付上罪的代价 那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上帝是希望我们都有机会上天堂 上帝开着天堂的大门在迎接我们 上帝祝福你哦 下帝祝福你